Sup 哈囉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教大家 拍照 拍人家 好不好 Let's go 好 首先 這個窗呢 它是一個正方形的 大家可以看到 那這個正方形的窗呢 我們可以把人放在這邊 然後就可以拍出一種捷影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 這畫面其實就是一個捷影的效果 讓model 讓你的模特 側一個臉 然後 有一個重點來了 我們的曝光位置 是要對準外面的曝光 不是裡面的曝光 如果要拍日系的畫面 那我們把曝光對準 它的畫面就會挺日系的 如果把曝光對準外面的話 那就是一個捷影 挺有情緒和那種故事感 OK 曝光對準的話呢 我們來試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先把快能降下來 大概1分 是125 把曝光度區 拉上來 三腳架線色的 購入能力 雖然後面過破了 但是後面的頸線 不太重要 如果要拍日式 日式一點的話 要不你直接坐上去嗎 坐上去嗎 然後我們看窗外 對 我們讓model的臉面向窗外 讓他多一點五光進來 讓他多一點 讓他臉多受一點光 然後 包裝這個高 好 然後到後面我們再拉 再來我們往下看 然後面向 面向整個外面 對 往下 然後調整一下曝光 保護一下高光 不要讓高光全爆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記得 不管你是用相機還是用手機 切記不要頂天地地 是什麼意思 假如啊 我把人這樣放 大家看啊 頭呢 放在上面 最上面 就會覺得很壓抑的一種感覺 那如果 像我們腳下面的空間 下面的畫面不好看怎麼辦 你可以把它構圖構掉 然後我們再把它往上移一點 腳踩一點關係 腳踩先退場 懂啦 不要像 情緒有點emotion 耶 然後 有一個重點 有一個很好的技巧 就是盡可能 找現場的道具 那其實像我們在這邊的話 你看台球桌 還有這個五顏六色的球 其實就可以拍出很好看的照片 來 我們上桌 好不好 上桌 看球 不要看我 不是 你趴在看球 趴在看球 那你眼睛看這個 紫色紫的 然後 看七號 看 好 就這樣 好 這樣就有一個 魔法的感覺 三四五角的感覺 還有這樣 時尚感 可以這樣 好 好 那 Tip三呢 就是 找前景 找現場的道具 盡可能的去運用 就會拍出比較動人 又日系又好看的照片 盡可能去嘗試各種不一樣的曝光 你的照片 會越來越有活力 生動 有趣 攝影就是這麼好玩 好啦 那今天視頻就到這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 點讚 關注 分享一下喔 掰掰 你的照片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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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